近日 位于广西柳州市的瑶布谷镇灯火通明 在一处地标性的楼阁市建筑前 大批苗家妹子身着特色的苗族服饰 头戴精美的银饰在此漫步 宛如穿越至数千年前的苗族聚会 这些苗家妹子不少是来自中国各地的游客 他们身穿租赁而来的苗族 洞族 壮族等广西特色民族服饰 往往会有专职摄影师跟随拍摄 在摄影师娴熟的指导下 他们在不光灯前摆出一个个动作 留下自己的旅拍回忆 我们是从南宁过来的 然后是从互联网上了解到柳州这个城市 最近旅游的景点很火 就想着过来这里看一下 玩一下 就来到了这里 瑶布谷镇 然后拍了这个民族服装 觉得很多人都在这里拍 然后大老远过来不拍的话 可能会觉得有点遗憾 广西柳州市因螺丝粉爆火出圈 吸引大量游客前往这座南方小城旅游探访 当地的民族风情也受到游客们的青睐 在互联网平台上 瑶布谷镇已成为该市拍摄 苗族服饰写真的热门地点 短时间内 瑶布谷镇的苗族服饰租赁店 已由此前的十余家发展至现今的数十家 今年二月份 化妆师熊美静选择来此经营苗族服饰租赁店 顾客多从网络上向她预约服饰租赁 熊美静表示 虽然开店时间不长 但她的团队每天几乎忙不过来 游客基本上都是从全国各地过来的 都是通过网络途径得知我们这个店 然后就过来打卡 拍照这样子 每天的订单都挺多的 现在都排到三月三之后了 周末的话游客比较多 就比较忙一点 我们化妆师都来不及吃饭 都要花到十一 二点钟 随着瑶布谷镇的民族服饰旅拍热持续升温 不少专业摄影师也在此找到了新出路 秦家飞曾是一名影楼摄影师 在看到瑶布谷镇火热的民族服饰旅拍潮时 她果断辞掉工作 在这里成为一名专职摄影师 如今 随着民族服饰旅拍热潮的先起 不少地方的民族旅游产业也借此得到了发展 有写着表示 民族服饰旅拍的新形式 丰富了游客的旅游体验 同时也是传承与保护民族文化的新尝试